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的导读人是哲学哲学鸡蛋糕的主持人朱佳安 准备好我们要跟他一起来讲 有没有叉叉叉的八卦 朱佳安你好 惠妮你好 大家好 在社会上发生一些众所瞩目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会很想要深入内幕 然后网路上我们就经常会听到这句话 有没有叉叉叉的八卦 想要获得一些更多资讯 对 例如说最近应该最红的就是 有没有名画是假的的八卦 有没有阿帕契可以参观的八卦 对 其实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位作者 他写的这本书 可能会比这些论证更加深入一些 我们先请佳安帮我们介绍这个作者 好不好 OK 有没有叉叉叉的八卦 他作者叫郑丽 但是台湾的人认识郑丽 大部分是认识他另外一个称号 叫做ChainLab ChainLab是他在PTT上面的账号 在PTT上面的账号 这个账号之所以有名是因为 在PTT上面有个八卦版 对 八卦版是大家问八卦的地方 对 所以有没有什么什么什么的八卦 是 有没有什么什么的八卦 对 那问八卦呢 不只是可以问那些男女关系的那种八卦 它是可以问任何事情 你觉得有兴趣 想要知道进一步资讯 但是你很难找到 很难探索 丢上去问专家有时候会跳出来回你 对 而郑丽在这个时候 关于历史经济政治 他就是很多这种八卦问题的专家 这是网路大神这样 对 他是网路大神 在PTT人称C大 C大非常有名在网路上 是的 他其实也回答过很多 有没有什么什么什么的八卦的问题 对 他最厉害就是他回答的 不只是那些非常非常震惊严肃的问题 很多真的你觉得是小道 好像一般正统的专家 不会知道的事情 他也知道 所以刚刚佳安讲到 他的学术背景是 他是念历史的 对 C大是香港中文大学的 比较史学的硕士 是 他背景是历史 但是C大自己自称 他在接受正规教育的时候 不太喜欢正规教育 所以他翘课的时候 他也不是去玩 他去图书馆借他喜欢的书 然后就去看 然后试着演练跟学习 书里面提到的内容 所以哲学 政治 经济 历史等等等等 其实相当博学 他涉猎的领域很广 所以其实我刚刚举了一个例子 讲说 有没有炒房炒股的八卦 就是在他这一本书里面的第一篇 第一篇其实就要讲到 有没有薪低房贵青年困局的八卦 薪水低 房价很高 然后青年就会因此而陷入困局 当然有很多人会提出一些 听起来似是而非的说法 比如说有些人就觉得 因为你没有能力炒房 所以你对那些炒房致富的人眼红 或者是因为你没有理财能力 所以你要赶快学理财 学理财最好的方法 就是赶快去买房 经营它 投资它 然后致富 但是郑立对这件事 有他很严肃的看法 房价高是事实 然后也是一个公共议题 面对公共议题很多切入方式 比方说可以进行很简单的批评 这样不公平 对我们年轻人叫我们怎么办 或者回应这种批评 有很多很廉价的方法 一方说你就是酸葡萄 或者说你在这里碎碎念 不如自己好好努力 对 但是这些说法之所以很浅层 是因为他没有真正触及 问题背后的核心 郑立在他这本书里面 他其实有很大的写作上面的企图 他想要用这本书来勾勒出一个 他觉得比较理想的社会 社会应该前进的方式 在第一篇讨论炒房的问题里面 郑立我觉得他很明确指出 炒房之所以不好 是因为炒房是一种能让自己赚钱 但是对社会对其他人都没有贡献的一种方式 在现在社会赚钱有很多种方式 我们说钱是代表价值代表别人愿意牺牲点东西给你 换取你手上的好东西 所以你煮出好吃的东西别人拿钱给你 这是一种价值 老实说他也赚到了 他吃到好吃的东西 但是炒房或者依赖租房子来过活 这个对社会上其他人是没有贡献的 更何况在一个社会上越多人认为自己可以依靠炒房 或者租房子过活的社会里面 大家为了让自己可以依靠房子过活 培养出来的那些技能 大部分也都是对社会上其他人没有帮助的 对 比方说争夺遗产的技能 是 跟有钱人结婚的技能 等等 那我们可能会觉得说 炒房是一个增加社会不公益的事情 这个是事实没错 但是炒房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有更不好 会带来更不好的后果 在历史上面 正例说你看像是德国日本 都因为炒房而经历过社会的整个整体经济的低 而且更可怕的是罗马帝国就这样衰亡的 就是大家发现炒房子可以过活 所以越来越少的人从事开创性的 对 其实你不用把心智智力放在更对整个社会有益的事情上面 你只要做收租金或者是收他的价差 这件事情就可以获利 炒房让人发现我不需要对社会带来贡献 我不需要太努力 对 所以其实正例在这本整本书里面 我们看到很多他的 他提出来这些有没有叉叉叉的八卦 这样子的命题 其实他隐含着一个我觉得很共同的主题 他自己说 因为这个社会上基于很多背景因素 所以导致资源不平均的分配在某一些人的手上 那这些人其实他不是社会整体的生产的时候 其实是会造成社会整体的不进步 他很希望借由他的背景 然后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 好像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 对于他这本书来说还蛮重要的 是的 对他来说社会结构造成的不公正 不只是道德问题而已 他是很务实的问题 他会让社会整体的发展逐渐呆滞 甚至让社会的经济崩解 所以年轻人的低心 根据正例有一种可能性是 他是关于年轻人的溢价能力 而溢价能力是受到整体社会结构的潜质 所以回归到最后 他其实也是一个社会价值观 跟社会争议的问题 那年轻人低心不见得完全是建立在 工作能力的评比上面 我相信现在年轻人都还蛮关切的 22k 就很多人就会说 年轻人低心的问题 对就是觉得说 年轻人因为你就是能力很低 尤其是可能最浅薄的批评就是 哎呀现在年轻人不像我们以前 我们以前怎样怎样 所以他们现在 对 对这种很浅薄的22k的批评 可不可以请家带我们一起看看 就是正例他大概是怎么想的 年轻人是不是真的比较差 对22k就是他们活该这样 这种说法 其实在各处蛮常见的 长辈会说 现在年轻人不像我们以前肯吃苦 所以很多草莓族啊 什么族的这样子出来 是 不过有人去网络上面查 发现其实你回归台湾 整个历史 其实每一代的人 都这样子被上一代的人骂 所以不只是七年级生被以前的人骂一样 是 五年级四年级都是 那正例这一个 有没有22k的八卦这篇文章 我觉得他点出一个 在逻辑上面很值得拆解的点 年轻人低薪是一个事实 对 但是从这个事实 我们可不可以推导出 年轻人是因为能力不足 是因为工作能力不好 所以低薪 这是可以讨论的 正例点出来的另外一个可能性是说 搞不好低薪不是因为工作能力不好 是因为关于你决定薪水的其他能力有所缺失 比方说 溢价能力 对 溢价能力不是说我很有自信跟老板说 你要给我 你要给我50k 老板就会过了 溢价能力是会受到整个社会背景跟价值观的限制 如果说 现在所有的中阶主管 suppose应该是 方说四五年级生 他们是整体性的看不起七年级生 整体性的有种迷思 觉得70后80后就是比我们不肯吃苦 那他们自然不可能开出太高的价格 对 所以年轻人的低薪 根据正例有一种可能性是 他是关于年轻人的溢价能力 而溢价能力是受到整体社会结构的潜质 所以回归到最后 他其实也是一个社会价值观 跟社会争议的问题 其实这一点 正例一直在书里面想要讨论 有关于社会不公义 或者是有关于社会议题 他希望让社会变得更好的这个基础 佳安自己是哲学哲学鸡蛋糕的主持人 然后你从大学开始就在倡导哲学思考 然后最近也讨论了很多 用这样子的哲学思考 讨论很多社会议题 我觉得你的出发点应该跟正例是很像的 是的 我希望发挥自己的所长 对社会 让社会可以变得更好 那哲学心里知道 我们最大的特色就是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我们在干嘛 是讲话别人听不懂 但是我自己念哲学之后 发现这是很大的误会 哲学人长期受到非常多抽象的概念轰炸 所以他们的思维常是聚焦在那些概念的拆解上面 那这种思维一般来说 需要透过一些翻译 才能让一般人理解 但是如果翻译这层过得去 它其实对于讨论社会上面的现象跟事件是很有帮助的 比方说现在很红的一个议题是死刑存废 很多人在吵说台湾应该废死 但是有人又觉得说不应该 那我们知道在社会议题的讨论里面 其实它是很复杂的 因为每个立场背后都是连着很多关于支持 支持或反对这个立场的理由 但是我们要知道理由跟立场是区分开来的 我可以找到支持某个立场理由它很烂 不代表这个立场很烂 比方说有一个反对死刑的理由是这样子的 理由是说死刑通常是针对那些杀人重刑犯 换句话说死刑是国家禁止人民杀人的一个结果 国家怎么禁止人民杀人但自己用死刑杀人 这会不会构成某种逻辑上面的矛盾 这说法听起来还蛮有道理的 国家好像应该原则一致 我不准人民做我自己也不做 但是如果你去我们去想说 这个说法背后的那些原则 会不会导致什么奇怪的后果 你是可以发现蛮多的 是的 如果我们必须很坚持的去谈说 国家禁止人民做的事 国家自己也不能做 我们会发现很多问题 比方说国家还能不能对人民征税呢 我身为人民我是不能对你征税的 我也不能因为你做坏事 我就自己帮你上手铐 可是这些都是国家可以做的事 如果我们非常坚持 人民不能做的事国家也不能做 那国家跟人民其实没有差别 我们不能因为死刑显示了 国家的权力跟人民不对等 对 就反对死刑 就是这个理由是错的 不表示这个立场是错的 是的 这个反对死刑的理由 或许是一个不好的理由 但是不代表我们 没办法找到其他好理由 反对死刑 你如果要说言论自由是保障我 说错话不被你骂 那反而可能是跟言论自由的 其中一种愿景背道而驰 因为如果我说错话不能被你骂 那代表我没办法受到你的纠正 整个社会就没有办法经过讨论 这样所有人都对社会 有更正确的认识更进步 一人讲错话可不可以被纠正 根据约翰米尔对言论自由的愿景 可以 而且应该 晚安晚安 大家晚安 我是哲学哲学鸡蛋糕的老板朱家安 从下个月开始 每一集我会带大家做一道甜点 顺便聊点哲学 今天我们要来做的是草莓鸡蛋糕 鸡蛋糕草莓口味的特别难做 要做得好 我们必须先弄清一个问题 就是 人论自由 是否允许我们上脸书 公干讲错话的艺人 这个草莓鸡蛋糕的功法 比较繁复 首先 我们准备新鲜的草莓 以及新鲜的鸡蛋糕 摆放到正确的位置 一个好吃的草莓鸡蛋糕 就完成咯 沛佳佳 你吃吃看 不好吃耶 真的是因为你没搞懂 言论自由 述手允许 我们上脸书 公干讲错话的 广告之后再见咯 哪有广告 首先 我们来讨论言论自由的内涵 很久很久以前 一般人是没有言论自由的 说国王或皇帝坏话 会被抓去砍头 说国王或皇帝坏话 我们皇上根本水母脑 说错话 会被抓去砍头 我的意思是 在场的各位 全部都是 麦西瓜不甜 也会被抓去砍头 可是我种的其实是苦 后来经过人类不断的努力 然后很多人被砍头 不断的努力 不断的被砍头 积满一千万颗头之后呢 终于练成闲者之石 可以用来召唤言论自由咯 还不需要花练成症呢 所以言论自由到底有什么重要 为什么人类要花那么多颗头 去召唤言论自由呢 是的 说出心里话很爽 相信大部分的人 都有过这样子的经验喔 如果说我们可以随时随地 都跟任何人说出 自己想要说的话 日子应该会爽很多吧 等一下 上面那个说法 虽然听起来很爽 可是这样一来 就会有一些无法解释的盲点 制作要理解言论自由 才会好吃的草莓鸡蛋糕 绝对不能犯的错误 之言论自由的设立 不是为了让你讲话很爽 好 我们刚刚看到的是 佳安在网路上主持的 哲学哲学鸡蛋糕的讨论 用动画呈现 其实哲学看起来变得 非常亲近可爱 沾了动画的光 佳安让哲学这件事情 变得很有条理 然后其实也与你我身边有关 所以其实刚刚影片 我们是没有看完的 我们请佳安帮带着我们 继续把这件事情想完 言论自由不是让你 因为可以讲话很爽而存在 自由跟权利为何存在 听起来是很严肃的问题 那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 为什么这些东西要存在呢 是就是我可以做 我想做的事情我觉得很爽 但是这个或许是其中个理由 因为国家suppose他不应该太过限制人 可以选择生活的方式 但是在这里哲学家会想的更深入 言论自由他有可能是为了 让你讲话很爽没错 但是有没有其他更深层的可能性 更有建设性的可能性 你如果去翻哲学史 你会发现有一个哲学家讲言论自由 特别有名叫做约翰米尔 约翰米尔所在的时代 真的是那种你讲错话会有杀生之祸的时代 但是他那个时候跳出来捍卫言论自由 他认为不管是好的意见坏的意见 都要有可以讲出来的自由 为什么呢 不只是因为你讲出心里话很爽 而且是因为当大家都可以说话的时候 如果你发现别人说错 你可以纠正他 被你纠正的人事实上赚到了 因为他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当所有人可以说话 经由理性的讨论 所有人都可以对社会有更正确的认识 约翰米尔说 这个是言论自由更有建设性的愿景之一 反过来他也可以成为支持言论自由的理由 好 所以回到这个问题的 你一开始问大家的 上脸书攻击艺人 攻击艺人 是可以的吗 这通常是发生在艺人 方说失言 说错话 歧视性言论 对 然后有些人就会上去官报他的粉丝页 那他的粉丝 有些人会为艺人辩护 对 就会跳上来说 我们家谁谁谁也是有他的言论自由啊 你因为他说那个话你就上来骂他 你是侵犯了他的言论自由 是是 这是最常听到的说法 这是很常听到的辩护方式 对 但在这里我们是碰到一个哲学问题 怎样才算是侵犯一个人的言论自由 骂他算不算 根据约翰米尔的说法 你会发现哦 你如果要说言论自由是保障我说错话 不被你骂 那反而可能是跟言论自由的其中一种愿景 背道而驰 因为如果我说错话不能被你骂 那代表我没办法受到你的纠正 是 整个社会就没有办法经过讨论 让所有人都对社会有更正确的认识更进步 艺人讲错话可不可以被纠正 根据约翰米尔对言论自由的愿景 对 可以 而且应该 对 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 言论自由的愿景 让所有人对社会有更正确的认识 是 听起来很厉害 对 但是你要达成其实是有一定的门槛 是 比方说我们不可能靠骂脏话 让所有人对社会有更正确的认识 对 换句话说 要指出艺人的失言之处 也不是光靠一股脑的情绪化公干他 对 就可以得到的 对 所以言论自由的愿景如何达到 其实所有人介入讨论的时候 必须去想的一个功课 嗯 好 哲学哲学鸡蛋糕其实是 佳安从大学的时候开始 是的 在我大二的时候 八年前 在那个时候呢 哲学哲学鸡蛋糕是一个部落格 对 那时候我念中正大学哲学系大二 我在哲学系学到了非常非常多 我觉得很酷的哲学想法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对 我也想要让大家知道 哲学系不是那些 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话的人 组成的一个系 对 所以我在网络上面开了一个blog 就寫到现在 那在2003年 红桌出版社看到这个blog 他们觉得很有趣 对 就出了一本书 没错 我们把blog里面的文章 集结成了一本书 对 那在这本书里面 我们是特别选过 在整个blog里面 特别适合一般人 是 特别有趣的文章 是收入在这里面 加安已经推广哲学这么长的时间 可不可以跟我们说 推广哲学的过程里面 你最大的心得是什么 哲学它是一个非常有助于沟通的工具 而且哲学这样沟通变得很有趣 我在我念硕士班一年级二年级的时候 跟中生大学哲学研究所的其他同学们 组成一个推广哲学的组织 叫做简单哲学实验室 简单哲学实验室每年寒暑假 会办营队 对 我们办的营队的特色是 我们规划非常非常多的讨论时间 比上课的时间还多 但是我们每次的营队的回馈问卷 学员都是写说 我们想要更多讨论的时间 来参加营队的同学 他不只是对上哲学课有兴趣 他是对讨论有兴趣的 那在跟这些人参与讨论的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的是 哲学教给我们的那些抽象思考的方式 对于人在讨论过程当中 厘清自己跟别人的看法 是很有帮助的 而且这个帮助让人相信 讨论是有建设性的 讨论是有趣的 所以每年都有很多人 回来参加简安哲学营 他们或许是为了想要看看 新的课程里面有什么 但是更大的动机我相信 他们觉得在这里可以得到 他们想要的很尽兴的讨论 好不管是嘉恩的哲学 或者是正立的历史经济 等等博学的知识 我觉得你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是希望让这个社会更好 可不可以就这一点稍微聊一下 你觉得哲学可以让社会 有什么样子的 促进社会什么样的进步 现在社会是民主政体 然后是一个价值观多元的社会 换句话说 每个人没办法逃避的课题 是我必须学会怎么样跟 价值观跟我完全不一样的人 在同个社会里面生存 并且共同决定这个社会的走向 要怎么答应这件事情 一个很简单的回答就是 我们要沟通 要寻求共识 但是怎么样寻求共识 是一个问题 现在的社会讨论 大家之所以会觉得政治很肮脏 很黑暗 是因为现在社会讨论 在很大一部分是在进行 没有建设性的沟通 许多的谩骂 歧视 跟攻坚性的言辞 飞来飞去 但是我觉得在 就是在这种时候 哲学是有助于 让我们可以去解析 那些讨论社会议题的言论 有道理跟没有道理的地方 对 它可以让我们整理 各种社会议题底下 各种互相攻击的论点 那在整理完论点之后 我们就更知道 我自己跟和我价值观 完全不一样的人 分别在想些什么 在理解对方的想法之后 我也会更不容易 我也会比较不容易 把对方当成是坏人 或者是来刻意阻挠我的人 是 藉由互相的讨论 然后当然是良善立场的讨论 然后你有可能让我们之间的 立场的歧义 可以更明确的知道 彼此的想法 有可能达到一个 比较好的共识 是的 达到共识之前 看见并且理解差异 是一个先决条件 今天非常谢谢佳安 来跟我们讨论 有没有叉叉叉的八卦 还有哲学哲学鸡蛋糕 谢谢 谢谢 谢谢